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握手合影 时隔五年美国最高外交官再度与中国领导人会面 听美中僵局寻找突破 路透社报导指出习近平与布林肯两人仅花约35分钟时间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展开会晤 而且此次作为安排与以往不同 习近平独坐中央主位 足有两次则是由布林肯与王毅领军 打破以往习近平与外宾左右对坐的惯例 双方均强调维持沟通管道重要性 探究贸易战香港人权以及解放军军阔问题上 美中人坚持各自立场 两国最敏感的台海议题 布林肯也在会后记者会上拿捏力道与中国保持距离 CNN报导指出布林肯此次访中至少已达及格分数 为持续恶化的美中关系设下停损点 外界预期接下来几个月 美国财长叶伦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相继访华 维系双边经贸互动 甚至可能替年底败习会铺路 只是美中许多心结未结 也让未来互动充满许多变数 三连新闻谢天豪报导